字幕提供 语文基础对于小学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小朋友 可以早点读读读写 买多些图书或者字卡给小朋友背 就一定不能少 又或者早点训练他们的扎笔写字 就好像可以早点识字 但那又是否一个有效的方法 想學好語文基本功 其實應該有比純粹背重和操練更加有效的方法 鄭佩雲教授對於小朋友學習語文的方式 非常之有研究 我們就問他 學好語文基本功究竟有甚麼秘訣呢 鄭教授說小朋友其實幾歲開始為之 是適合學習不寫字 其實我們小朋友的發展 肌肉的發展 是由大到小 由近到遠 你看寶寶在那個動作中 都是轉過新鮮的 所以他們的大手臂 去到要用手指去寫字 其實是一個比較漫長的過程 起碼去到四五歲 他們的小肌肉才發展得比較好 學習語文的步驟怎樣為之是最好呢 一切由語言開始 語文 語言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學習語言上 家長或婆婆公公都可以跟小朋友說多些 而在說話中 是有聲調、韻律、節奏幫助他們 如果可以加入兒歌的唱油就更加好 很傷心 在這裡哭 而進入圖書的話 圖書裡面有很多圖畫 所以我們鼓勵小朋友 不是馬上看很多文字的書 是一些我們叫做繪本 或者是一些有圖畫的圖書 可以經過圖像去學習詞彙 再進入文字就更加是暢順 家長又可以怎樣幫助到小朋友學習語文呢 家長拿起本書的話 可以吸引小朋友先注意封面 不用那麼快進入內容 如果家長可以跟小朋友多進行一些對話 可以提問 然後引導小朋友去回答 這個我們叫做對話式的閱讀 又問又答 然後家長是有回應 就非常理想 好, 那今天小朋友 我們一起來讀這本叫什麼圖書 一起做 對, 一起做 爸爸做大丈夫包 爸爸做大丈夫包 哥哥做毛毛蟲包 小朋友開始可以親自拿起本書看 就踏出了學習語文的重要一步 不知道他們通常又最喜歡看什麼書呢 主要是可能一些 跟生活場景有掛勾的一些圖書類型 例如可能是一些生活規範行為的主題 那無論是可能是關於刷牙、穿衣、吃飯等等 因為小朋友他們很容易 就將他們日常自身的經驗跟圖書去掛勾 令到他們很容易就會理解這本圖書的內容 而且很快就會記憶到圖書的詳細的情節 另外也會看到其實對於一些故事 是有些可能簡單一些 又或者是重複一些的語句的故事 都會幫助到他們學習 怎樣可以幫助到小朋友在圖書裡學習到語文 其實現在很多家庭 小朋友都很喜歡買公仔、掃公仔 而為什麼他們這麼喜歡公仔呢? 因為就是扮演了他們同伴的角色 他們覺得可以同伴一起學習 而且小朋友很喜歡做爸爸媽媽 很喜歡做小老師 如果有同伴享受的話 都是增加了他們接觸圖書 願意去到閱讀圖書 以及講述圖書故事的動機 正所謂開卷有益 小朋友如果懂得自動自覺打開本書 去看去讀的話 就好像自己親手打開了知識大門 可以探索更多的新領域 所以家長都不妨可以抽多點時間 陪小朋友看圖書 有你們的引導 學習就一定試半功倍了 語言文字相扣連 兒歌圖書助扶持